全堂诗卷12822 班杰鱼三手其二 王维 宫殿生秋草 君王恩姓书 那看文凤吹 门外镀金鱼 全堂诗卷12822 班杰鱼三手其二 王维 宫殿生秋草 君王恩姓书 那看文凤吹 门外镀金鱼 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 宫殿前随意地长出秋草 君王已经很少宠幸我 怎能今受听到生肖之音 门外经过皇帝的车轮 班杰鱼是汉成帝的妃子 出身名门归秀 财貌双全 德行美好 是历史上著名的贤妃 班杰鱼曾经非常受皇帝宠爱 能够在生活上规劝皇帝 然而赵飞燕姐妹入宫后 汉成帝逐渐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 班杰鱼受到冷落 赵飞燕赵和德姐妹先后陷害许皇后和班杰鱼 许皇后被废 班杰鱼前往长信宫 侍奉太后以自保 从那以后 班杰鱼在长信宫陪着太后 过着孤单寂寞的生活 班杰鱼的不幸遭遇 受到后人的同情和怜悯 诗人 引用班杰鱼的故事 有时是感慨班杰鱼的遭遇 有时是借班杰鱼的故事 含蓄表达自己的怨情 王维作这首诗 契机当是因读史而感慨 或是抒发自身的怨情 其具体创作时间难以考证 王维自摩羯 好摩羯居士 河东蒲州人 祖籍山西齐县 唐朝诗人画家 王维出身太原王室 与唐玄宗开原年间众进世帝 开原九年 公元七百二一年为太阅城 立官又时宜 监察御史 河西节度史判官 天宝年间 拜吏部郎忠 几世忠 安禄山攻陷长安时 被迫受委职 长安收复后 被择受太子忠允 唐宗宗前元年间任尚书又成 是称王又成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姐